宗主,你找我。 温情正在怡灵间茶聊,担心这位无限,他这双手从来都是指救人不杀人,可是这次,却毁了一个少年,前途光明的未来。 正想着,温家来人说宗主找他,还以为是宗主又因为练功而心神震荡。 可是,进入不夜天后,看到宗主好好的站在那里。 既然宗主没事,那找他有什么事呢? 温情,快快快,看看这小子怎么样了。 医师说他命不久矣,温若寒看到温情马上让他进来,来到魏无限的床边。 魏无限,你认识他? 哎呀,先别管那么多了,快给他看看吧。 医师说他现在的身体已经破败不堪,金丹也不知道被哪个王八高子给po了,回头慢慢算账。 温情听到温若寒的话,身体一僵,尤其是听到那句金丹也不知道被哪个王八高子给po了脸上,已没有丝毫血色。 他稳住身形决定先给魏无限看看,把了把脉,把完脉后,他的手都是颤抖的。 怎么会这样,虽然是他po了魏无限的金丹,可是也做过很好的处理。 魏无限的身体怎么会搞得这么差,他出了监察疗后又遇见了谁? 发生了什么? 还有姜婉淫,他难道没发现魏无限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吗? 他们不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吗? 怎么样?温若寒看到温情敏锦的唇,颤抖的手,心下一凉。 连温情都没办法吗? 魏无限的身体已经无力回天了吗? 那他该怎么和妹妹交代? 宗主,他的身体很不好,非常不好。 我只能开几副药,再加上针灸药语,缓解一下症状。 如果要根治,还要进行长久的治疗。 我也不确定能否根治,还要看他以后的恢复状况。 现阶段,先让他醒过来,不能一直昏睡下去。 等等我就去抓药。 好,你一定要把他治好。 温若寒咬牙切齿地说道。 这群仙门百家,到底是怎么对待战场上帮他们杀敌的英雄的? 虽然这小子杀的是我温家修士吧,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英雄啊。 还有,这小子的金丹到底是谁给po的? 我温家的画单手也只是会画单,到底是谁那么缺德,别让他带倒。 否则,把他碎尸万段都难消他心头之恨。 温若寒正在想怎么去找那个po单的人,抬头看到温情还站在那里,问道,你怎么还不走,不是要去抓药吗? 宗主,魏无羡怎么会在这里? 他不是应该,他是我亲外甥,刚被我从战场上带回来。 也就是,我带回来了,否则,他再在那里待着命就没了。 温若寒美好气地说,你怎么认识他的? 他是您外甥,那藏色散人,他是我的嫡亲妹妹,小时候走丢,被暴山散人收养了。 先不说这个,你是怎么认识他的? 宗主饶命,魏无羡曾对家帝的剑法有过指导,在莲花屋被灭门后,偷偷潜进去救出了他和姜婉吟,又把他们带到我那里让我治疗,所以认识。 你们救了姜婉吟,姜家的人,宗主饶命,算了算了,看在你们也救了这小子的份上,我就先不计较了。 那你既然见过他,那在你救他的时候他的金丹还在吗?可知是何人生生地剖了他的金丹? 宗主饶命,我救他的时候,他的金丹还在。 并且,并且,有话就说,你是不是知道他的金丹是谁剖的? 宗主,他的金丹就是我亲手剖的。 什么?温若寒大怒,你不是救了他吗? 为什么要生剖他的金丹? 难不成你是想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吗? 那姜婉吟怎么没事? 不是,我祭救了他,断不会害他。 他的金丹是他求着我剖下换给姜婉吟的。 他说姜婉吟没有了金丹不行的, 他说姜婉吟没有金丹活不下去, 而他还可以走别的路。 他求着我剖的,我也不想的。 什么? 为了姜婉吟他求着你把他自己的金丹剖下。 温若寒这次是真的站不住了。 这小子不是在世家长大的吗? 身体发肤,瘦之父母,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不懂吗? 他怎么敢? 他对得起给他天赋的爹娘吗? 温若寒决定等他醒来好好的问问, 行了,你走吧。 去给他抓药。 姜家,姜婉吟,你们等着。 魏无羡好惹,他温若寒可不是好欺负的。 在魏无羡被温若寒带走之后,百家营仗彻底乱了。 魏无羡竟然是温若寒的外甥。 那这场摄日之争还怎么打? 还能怎么打? 温家才是魏无羡的家, 现在他不帮着温家打我们就不错了。 我们怎么可能还让他帮着我们打温家? 我们摄日是因为正义而战, 他身为正义之士, 大义灭亲又有何不可? 况且,他又不是在温家长大的。 可那毕竟是他的家啊。 江婉寒听着百家的话怒急, 魏无羡居然是温家的人。 哈哈哈哈, 怪不得会那种邪魔外道。 温家残暴不仁, 他学习邪魔外道, 真不愧是一家人。 他就应该用他的修为帮助我们杀了温家的所有人, 然后自裁。 这种邪魔外道仙门一世如何能容忍? 对啊,江宗主说得对。 虽然是和那魏无羡一起长大, 却很有狭义之气, 不愧是老江宗主的儿子啊。 江婉寒听到众人的夸赞, 不由地挺直了腰板一个邪魔外道, 先门正义之士岂能容的。 他若听话就留他个全尸, 若不听话, 我们既是来摄日的, 那把他魏无羡一起灭了又有何不可? 江宗主大义, 现在百家随声附和道, 所有人完全忘了, 现在这几场战争的胜利, 全都仰仗他们口中邪魔外道的轨道竖法。 他们都忘了在魏无羡加入摄日之争前的战狂, 也忘了温若寒带魏无羡走之前留给他们的最后一句话。 谁都没有看到蓝忘机藏在广秀里渐渐握紧的拳头。 魏无羡在不夜天昏迷了三天三夜。 这三天中, 温若寒基本上天天在魏无羡的床边陪着他, 甚至把齐黄一脉召回了本家。 一来是让温情能随时注意到魏无羡的情况, 方便他治疗。 二来, 是因为听温情说他弟弟温宁和魏无羡交好, 想让温宁陪着魏无羡说说话, 想着能不能让他早日醒来。 仙门百家在这三天里继续他们的摄日之争, 不样的是, 除了将晚银带的队打了胜仗, 他们再没有赢下任何一战。 金光善依旧和温若寒有着书信往来, 在战场上甚少出力, 主要是靠向, 别家球员维持表面上的战争。 兰涅两家倒是拼死杀敌, 效果却非常微弱。 兰氏子弟一部分因摄日之争而死, 一部分因金家的求援而死。 姜家在这三天里出尽了风头, 将宗主的修为飞升猛进, 在战场上英勇杀敌, 得到了仙门百家的一致推崇。 魏无羡在这三天之中实时被怨气扰乱心神, 仿佛还是身处乱葬岗。 耳边听到的除了万鬼咆哮, 好像还有一个人在叫他。 魏英魏英, 他拼命想睁开眼想看看, 那个人是谁, 却怎么也争不开。 百家营帐中, 金光善为首的仙门都像江婉迎宫为道, 江宗主不愧是少年英才, 有你带得对, 都是接连胜利, 江家有江宗主这等人才, 必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是啊, 我等不及江宗主的千万分之一, 应该让江宗主带领各位江家门生打头震杀上不夜天, 取温若寒和魏无羡首级。 说起这个魏无羡, 之前他在战场上使百家, 也没有死这么多人, 他被温若寒带走后, 除了江宗主再无一人, 在任何一战中取得胜利, 害得仙门百家损失惨重, 尤其是兰涅两家。